传统治疗心理不整方式 患者必须曝露在约30分钟的辐射当中 国外研究显示 这样可能使孩童日后罹患癌症风险的增加十几倍之多 台大医院运用新的3D地体定位系统 进行无辐射心导管治疗 目前已有超过百位的病童受惠 印加证报道 儿童心理不整接受心导管治疗 传统方式需要X光机指引电梢 患者必须曝露在约30分钟的辐射当中 但对于发育阶段的儿童 这样的辐射曝露量可能造成身体伤害 甚至增加罹癌风险 台大医院自2016年底率全台之先 运用新的3D地体定位系统 进行无辐射心导管治疗 目前已经有超过百位病童受惠 台大医院小儿部主之医师秋顺南表示 心理不整大多会先采药物治疗 但较严重的病童必须服药一辈子 治疗效果不张 新导管电梢虽然可以根治 但是曝露在X光辐射线长达25分钟 国外研究显示孩童日后的离癌风险 可能增加十几倍之多 但若妥善使用3D地体定位系统 就可免除辐射线威胁 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是它是完全不用辐射 所以你不用辐射曝露 那我知道辐射线对人铁伤害 其实现在研究越多就知道它伤害其实越来越多 你之后增加它癌症的比例 可能高达十几倍以上 那在小小朋友就是它癌症的风险就是很大的 那同样可以用零辐射方式 有一样的成功治疗的成功率 但又有一样的安全性 车说男也表示 与传统X光心导管相比 无辐射心导管治疗心率不整成功率高达98% 且手术时间相当 未来将推广治心率调节器的致放 目标是全国孩童都可以用无辐射的方式安全治疗 静雅珍台北报道